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年的发展 特别是锂电池其实一开始从90年代左右吧 开始做的 其实那时候的这个发展呢 主要在小电池方面 我记得很清楚的 那时候我在日本的时候 大概在95年96年 我刚一开始买这种家庭的摄影机 那么这个家庭摄影机呢 这个呢 受锂电池的影响非常大 就是日本几乎就从锂电池一上市以后啊 这个家用的这个摄影机啊 马上就普及了 这种感觉 所以呢 在小电池这块呢 我觉得这个锂电池啊 它发挥很大作用 另外就是手机 大家现在用手机也是 那么现在锂电池呢 就是说 碰到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小电池方面呢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的阶段 就是我们手机也好 这个 这种 就是像携带的一些电池工具也好 基本上呢 就是说 不会有一个什么太大的发展 就是说 反正每年都有那么百分之多少的增长 但是总体来讲呢 对锂电池呢 已经 就是说 目前的产能已经不太相符 所以那锂电池今后的发展呢 应该说是往一个大中型方向发展 就是说 它会放一些动力电池 或者呢 往储能方向 比如说 我们这一台汽车里头 一台汽车里头可能要用 这个 就是一台汽车里头的电池 就相当于几万个这种 这种手机里头的电池 所以呢 如果这会儿要发展起来的话呢 将来对锂电池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带动 或者一个促进 所以呢 我觉得 就是从锂电池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讲 现在碰到这个瓶颈问题就是说 如果把这些小型的锂电池 把它组装起来 就变成一个比较大型的锂电池 可能以后 以后我有一个锂电池 会往这个大型方向去发展 这可能就是现在 让我们碰到的一些个瓶颈问题也是 那大瓶颈的问题就是说 电池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些结构问题 还有安全性方面的问题 那就目前来说的话 其实大家对于安全性的关注是挺多的 对 对 对 那在研究方面 或者在实践方面 有哪一些事有去说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 对 现在呢 这就是说锂电池呢 就像刚才你说 锂电池从一个小型变成一个大型 其实呢 就不是这么太简单的这种组装的问题 确实呢 现在就碰到的就是说 有一个效率的问题 有一个功率的问题 还有呢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那么某些程度上说的 刚才说的储能这个方面呢 现在可能安全性的目前还不是那么太 不是说重要 就还没 大家还没有太注意这些问题 因为储能这个其实也刚刚起来 那么其实后面呢 因为储能这个电站 其实比这个汽车的电站更大 所以这块的这种安全问题啊 可能以后 我觉得大家意识到了以后 是可能会更重要 因为真是就是说 一个汽车就是大概就是十几多点 但是呢 就是一个电站呢 可能就几万多点 就是说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水平上的这个话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现在因为电动汽车性的一个 最关键的就是说创了要死人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就是大家对安全的问题 现在非常的这个重视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从这个后面 从我们发生大电池的以后的一些瓶颈问题 就是比如说要解决这种安全性的这种瓶颈问题呢 可能有几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材料方面的一个安全问题 就是材料这个安全问题恐怕 就是说从电阶也好 从电阶材料也好 后面怎么样把这些材料做得更安全 就是说比如说这种自发的现象 或者这种热闻的现象就把它做得更好 那么这是我们就是说材料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方面呢 其实进展真的是不大 那么后面呢 我觉得 后面我们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的呢 可能是一个就是控制反应 那么这个的控制呢 现在我们 其实对这种大型电池的控制呢 应该说也才刚刚开始 就是以前就是小电池的时候 我们每个小电池都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控制系统 但是要做到大电池的时候 怎么把这个大电池的控制系统 让它如果能控制到每一个单元或者每个电池的话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新的概念 就是有的比如说 我反正就是说我如果能控制到 因为现在这个做到大电池的时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一个电池坏了它可能会连锁把周围的电池都弄坏 或者就一个电池发了周围的电池都会发了 这样的话局部发了就会变得很厉害 这样的话就发生爆炸 那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电池发了的时候 如果就控制那个电池就不让它就有这种连锁反应 那么这块控制呢 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是这个就是说 从控制方面可能弥补这种安全性的一个方向了 恐怕就是一个是我们单体电池要做我们工作 后面就是这种系统的控制要做我们工作 反正会 我们来到展现地团 如此的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